各位好 我是甜甜 我们今天来关注川普跌出美国400强富豪宝 随后抨击福布斯杂志 根据美国国会山报9号报道 美国前总统川普再次跌出福布斯杂志 年度最富有的美国人群名单 随后川普对该杂志发起猛烈抨击 据报道 当地时间9号 川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炮轰福布斯杂志非常失败 并称他刊发的消息很久以前就失去了大部分相关性 川普写道 多年来福布斯愚蠢的作家一直攻击我 并对我进行严厉打击 川普称 福布斯明明知道他应该在这个过时的榜单上名列前茅 但还是仅以毫厘之差就把他从400强名单中剔除 福布斯此前曾宣布 川普三年内第二次被踢出美国400名罪负人员名单 理由是其财富估值当前约为26亿美元 比上榜门槛低了3亿美元 消息发布之际 川普正在纽约接受民事欺诈审判 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正寻求向川普出以约2.5亿美元的罚款 另据福布斯杂志官网 2021年10月 川普25年来首次跌出福布斯美国400强富豪榜 福布斯当时曾称 在新冠疫情期间 由于美国大城市的房地产 川普的核心资产贬值 川普的净资产减少了约6亿美元 还剩下25亿美元 川普曾在1982年至1989年连续7年登上福布斯美国400强富豪榜 然后从1996年到2020年连续25年登上该榜单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佛州华与广电视台的YouTube官方账号 我是甜甜 咱们下期再见